我们看范仲淹 有一天发掘一堆金子 他如如不动 把他买好 胸怀大志 靠自己的本事考上功名 最后还当宰相 他当时候读书那个寺院 你都当上宰相了 向他化缘来建设寺院 他马上回去 某一棵树的哪里你去看 那里有一堆金子 可以用那个钱 后来真的找到了 人家很佩服 面对这么多的钱财 自己这么贫困 毫不为所动 富贵不能赢 贫贱不能移 甚至于人家请他 因为看到他这么刻苦 朋友很感动 办了一桌酒席请他吃 他都没有动 朋友看了很难过 是不是瞧不起我 我这么热情招待你 他非常诚恳地跟对方讲 谢谢你的好意 但是假如我吃了这么丰盛的一毒 我在回来吃这个一块一块粥 煮成以后凝结的食物 它都是煮一锅粥 把它放冷 凝固以后切成四块 每天就这样吃 特别节省 我吃了这么丰盛的这一餐 我在回来吃这个吃得下忙 对方听了很感动 您看他克制自己欲望的功夫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